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飞 不有一个好办法可以认识更多的恐龙朋友 猪猪侠 你快说来听听 我想要把我们的营地建成恐龙村 邀请恐龙们来做客 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更多的恐龙了 这个主意不错 为了庆祝恐龙村建立 我们可以办一个庆祝会 邀请大家过来玩 好啊好啊 庆祝会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那是当然 我会给大家准备很多用恐龙世界的果子做的食物哟 哇 我太期待了 我们分头行动 去邀请恐龙朋友吧 猪猪龙 猪猪龙 你们好啊 我和猪猪侠建了一个恐龙村 想邀请你们来庆祝会一起庆祝哦 恐龙村 听起来很有意思 谢谢你们的邀请 我们一定会去的 太好了 恐龙村见哦 银河楼 我和飞飞建了一个恐龙村 想邀请你一起来庆祝会 是你呀 庆祝会 那可真是太棒了 我一定会去的 欢迎欢迎 我们恐龙村见 欢迎大家来到恐龙村的庆祝会 欢迎所有恐龙来恐龙村做客哦 猪猪侠已真棒 猪猪侠和飞飞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 太谢谢你们了 我一定会经常来恐龙村玩的 我也是 我也是 很久没有见过那么多恐龙了 好热了 看来我们的恐龙村很受欢迎呢 我们一定会认识很多新朋友的 飞飞 这些食物太香了 我什么时候才能开动啊 呃 猪猪侠 你可真是个吃货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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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恐龙时期有水果吗 在白鹅季晚期 被子植物迅速兴盛 已经有了果实的存在 比如被日本称为长寿果的沙吉果 是地球最古老的水果之一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了吗 想要了解更多恐龙知识 记得收看下一集恐龙大百科